新聞看得到分析看門道 大家好我是沈正燕 歡迎收看今天的大陸新聞 在平衡跟大家一起聊聊大陸新聞 今天呢我要談一個比較生硬話題 很多人勸我不要談這個因為沒什麼會看 但是我觉得很重要 也因为它太生硬 台湾媒体报道的很少 那就是大陆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我想到这边 观众可能想要关掉这个视频 但是我觉得很重要 所以还是要讲一下 大陆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每年大概是在12月份的时候召开 为什么重要呢 因为它将是制定明年的经济工作重点 那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怎么表述 然后会不会有新的产业政策 或新的开放措施 特别是今年的新冠疫情 大陆在经济领域 祭出了很多非常规的手段 那么针对这些非常规的政策 会不会退出什么时候退出 怎么退出 另外面对拜登即将上任美国总统 他对华的政策 是不是会延续川普 那对当前的美中科技战 跟美中美国的科技围堵下呢 特别是在半导体 还有一些高端制造 还有高科技上 大陆要怎么突围 怎么自力更生 我想在这一次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呢 都可以找到答案 那官方针对这一次会议呢 发了通稿有5000多字 我们试着就去无存经的方式呢 从几个方面来讨论一下 会议强调 明年宏观政策要保持连续性 稳定性 可持续性 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 不急转弯 对于这个稳健的货币政策 这样一个表述呢 主要还是考虑到 大陆当前的经济复苏的势头 依然需要稳固 那总需求相对低迷 中国央行应该会继续实施 宽松的货币政策 那今年以来呢 大陆的人行呢 实施了三次的降准 释放资金大概是1.75兆的人民币 来支持庞大的财政刺激的弹药 那这也是现在全球各国都在做的财政货币化 另外呢 人行还有其他灵活的数量工具 比如说 逆回购加这个MLF 就是中期借贷便利的一个模式 来补充短期的流动性 那这样的政策呢 在明年可能会出现边际收紧的情况 因为要防范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 可能导致资产价格泡沫 但总的来讲啊 明年的货币政策呢 还是会保持一个较为宽松的状态 但不可能像今年这个样子 但也不会出现急转弯的状况 那在财政方面呢 基本上会和货币政策一样 不会出现急转弯 但是呢也不会延续像今年一样 紧急非常规的一个状态 比如说今年当然就不会发行所谓的抗疫特别国债 这个规模非常大 而且呢 规模空前的减税降费呢 今年恐怕也要休息一下 那大陆第一财经就预估啊 今年的 明年的财政赤字率 将从今年的3.6%以上降到3%左右 另外呢 地方政府专线债券呢 也会低于今年的3.75兆人民币 大概可能在3兆左右 美国商务部在一周以内 分两波 发布所谓的跟中国军方有关联的制裁实体清单 前一波呢 包括半导体大厂中心在内有60家 那后一波呢 是包括打造C919国产科技的中航工业等 共有58家中航工业 也是做解放军的各类导弹啊 还有像殲-15啊 还有现在最先进的殲-20战机 那这个制裁呢 将影响中国这些高科技 还有高端制造的技术零部件的取得 以及未来的市场销售 那与此同时呢 大陆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呢 也做出了一些部署 会议确定 明年要抓好以下重点任务 一是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着力解决制约国家发展和安全的重大难题 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 二是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 要实施好关键核心技术公关工程 尽快解决一批卡脖子问题 在产业优势领域精更细做 搞出更多独门绝技 我觉得这是这篇官样文章里面 最大白话的一段 也就是习近平所说的自力更生 那我们就不多做解释了 习近平曾说 中国人靠小米加步枪就能做两弹一星 而且还能盖出这个长江三峡大坝 这种四季工程来 还有什么是不能做呢 举国体制我们拭目以待 可是呢这次会议决定 明年的八项重点任务 在产业政策跟基础科研方面 都排在第一个跟第二个 想见美国对中国的科技围堵 北京方面是非常着急的 那刚刚说八个重点任务 产业跟科研占了两个 那第三个就是坚持扩大内需 第四个是全面推进改革开放 第五是解决好种子跟耕地问题 也就是粮食安全的问题 第六是强化反垄断跟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这个很重要我等一下再说 第七是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出的问题 还是那句老话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 第八是做好碳达峰碳中和的工作 也就是环保节能减排跟气候变迁的问题 其中第三点是扩大内需 大家都知道习近平在2015年的11月提出公企测结构性改革之后 大陆就开始所谓的三区一降一捕 从供给端上做文章 解决至2008年金融海啸后执行的扩大内需 所产生的产能过剩跟资产泡沫的问题 以符合市场规律呈现需求端真实的情况 但这样的经济循环到现在遇上了新冠疫情跟美中的冲突 三区一降一捕变成了六稳 后来变成了六宝 后来又有习近平在今年提出了双循环 也就是国内国外的一个双循环 那也就是在国际市场失灵的时候 国内的内需能不能撑起来的这个问题 所以这一次会议又出现了一个新的词 叫做需求策的改革 顾名思义就是撬动中国的内需潜能 比如说在消费上 这次会议公报就有这样一个表述 注重需求策管理 形成需求牵引供给 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有序取消一些行政性限制消费购买的规定 像现在大陆各个城市或各个省 都有程度不一的所谓的对汽车的限购 现在可能都要足以取消了 当然这也不可能是一刀切的政策 否则像是北京或上海这种已经车满为患的一个城市 可能就乱了套了 另外我刚刚讲很重要的 第六点 强化反垄断和资本无序扩张 这个话讲得很重 我认为这是这一次会议的最亮点 那外界都把这个会有这样一个结论 矛头指向在11月准备要在上海磕壮板上市最后被喊停的蚂蚁金服 那像包括阿里巴巴腾讯这种超大型的网路平台 反垄断的问题 这都很值得探讨 但是今天时间有限 我们留在下一期的节目再来说 今天节目就这样 希望你们会喜欢 也耐心的把它看完了 继续给我们支持 按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 谢谢 再见